字幕提供 各位,今天想着坐公巴 由香港到澳門整個流程 就是坐這輛A22 這輛車 我們在木廠街出發 全程四十幾元,但獎者半價 20元定四號 那輛A22到了 這裡上車 是在木廠街的站 各位,我現在坐在A22大巴 A22大巴的最終目的地 就是港珠澳泰橋的海關 現在到了 香港國際機場 這裡就是 平常 人流不是很多 因為 我在A22 在上面拍下去 就很清楚 這裡就是香港國際機場 這些 人在這裡下機 這些多數都是 上飛機的 才在這一層 那 下面那一層是接機的 那 這裡下了一些乘客之後 我們就要大約 多七至八分鐘左右 至十分鐘左右 經過這些地門 還在這裡興建 那 最終那個總站 就是在 港珠澳大橋 看到這些拱營 就看到 差不多 來到這裡 拱營這裡 就是港珠澳 海關 過了這裡 過了香港國際的海關 那邊 那邊就可以 坐這些 金巴 去珠海也可以 去澳門也可以 這裡就下了車 這裡就下了那個 A22公巴 開始 過了香港的海關 進了這個門之後 就 香港海關 你可以自動過關 或者人工過關 都可以 過了 這個關之後 就要去這裡買票 這裡在屏幕 櫃櫃櫃買票也可以 人工買票也可以 長者是半價的 33元 就 用八達通支付 我們就用八達通 兩個人 接著 這裡就拿了一張票 過了這個閘 來到這裡 就是 開始 去坐金巴 拿了金巴 然後 給他撕了一張票 就可以入閘 來到這裡排隊 這裡是金巴的總站 那我們就在這裡 很暢順的 因為去金巴 下了金巴之後 這裡就是澳門的海關 過了 出了這個門就是 澳門來的 左手邊就可以坐 澳門的公巴 去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右手邊 就是 坐的士 那 大家喜歡坐 哪一輛車都可以 來到這裡 各位 今天呢 我想介紹一個廣場 這個廣場 大家都忽略了 在哪裡呢 就是在金沙後面 那個背後面 對開 有個 空間很大的廣場 那 這裡看到金色那裡 就是金沙了 這個廣場 有時候政府都在這裡 搞夜市啊 跳室那些 賣那些 食物啊 這樣的 那 這個廣場呢 平常都有開了這些 水池的 那我因為我本人呢 就不是不賭錢的 那麼 有時候那些朋友 進了賭場賭錢呢 我就走出來這個廣場 自己在這裡 走一下都很舒服的 這個廣場呢 就 那 開著這些 噴水池 天氣又熱啊 那 很舒服的 就在這裡走一下都舒服啊 那麼 廣場 對開 走過對面那裡 那裡呢 就有一些 店舖啊 可以吃一下東西都可以的 這個廣場 麻煩 你 應該是不太面對 現實不不讓 民提免 我情不尋 從理想都 一起去追 八支天高地厚 一起送過 郡景天有幾個 我都可以 一一結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